大家好 星期二日報 今天是2022年4月9日 星期二 剛剛遲去政務司司長的李家超 他今天下午2時半開了網上的記者會 他正式宣布參選特首 李家超競選專業上上載了一張照片 有維港的扭警和三隻線 寫有疑似競選口號的 同為香港開新篇 同為香港開新篇 李家超說 未來五年 是由自 及興的關鍵時刻 未來工作有三大方向 包括以結果為目標 去解決問題 全面提升香港的競爭力 以及奠定香港發展的穩固基石 他說他參選是出於對國家的忠誠 對香港的熱愛 對市民的負責 李家超說當選會邀請 各方面的人才加入政府團隊 發揮這個團隊的精神 又說 只有上帝才認識所有東西 強調政府需要做的事 有結果 對於他被指 在經濟民生好像差一點 他強調自己沒有包袱 他不會偏重 某一方面 處事更加會更加公正 更加公正 他被問到 對於怎樣跟年輕人溝通 他指充滿挑戰 但首先 要態度真誠 如果不嘗試 沒有可能成功 所以他要嘗試 他這樣表達 不只行動上 亦要用心去做 他自己也說了 他坦誠 自己在政商界的人物 不深 但正面看待 就是沒有包袱 他比喻香港的未來 會是一曲新的交響樂 自己作為指揮 會延攬 各方面的人才 成員 有空間發揮 去到 互相制衡 相信可以創造 一加一 大於二的局面 維持香港多元 包容 和活力 我們看看李家超競選辦的班底 除了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 出任競選辦主任之外 據了解 副主任多達16個人 消息說 李家超競選辦副主任 至少有16個人 比林鄭月娥 2017年的11個人 還要多 包括全國政協委員 陳青霞 他今天 和李家超出席 這個網上記者會 其他副主任 包括信和集團的 黃永剛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前局長 譚志源 立法會議員 陳勇 黃元山 鄧飛 黃英浩 霍啟江 眾人都有分工 例如黃元山和鄧飛 分別會協助 撰寫土地 和教育的政綱 特別少少的 相信是以往多次代表政府打官司的資深大律師 莫樹聯 他本身 是基本法委員的 委員 委員會委員 而他因而成為法律界的當元選委 過往少有參與選舉活動 資深傳媒人 網媒的 巴士的布創辦人 盧永雄 也有加任競選辦 他去年成為體育 演藝 文化 和出版界的選委 政商界也有人 幫助他 東亞銀行 東亞銀行 行政總裁 李文斌 也在名單之上 在2017年的特首選舉 他已經擔任過 林鄭 競選辦副主任 也有份提名 林鄭 李文斌 東亞銀行 聯席 行政總裁 李家超的競選辦 亦網羅了很多建制社團的人士 包括全國政協委員 蔡黃玲玲 他本身是港區府聯代表聯儀會的副會長 專業人士方面包括全國政協委員 北馬偉 中國前副主席 龔永東 政府資訊科技前總監楊德斌 不是王德斌 另外全國青年副主席 立法會主席的兒子 梁君彥的兒子 梁宏正 亦出任競選辦副主席 李家超競選辦17個人 當中有5個曾經幫林鄭助選 包括王永江 陳清霞 李文斌 陳勇 以及吳文華 另外有記者同時問李家超 如何評價林鄭月娥的施政 他說由於他自己本身已經離開了政府 不應該評價現屆政府的工作 但他強調他深深體會到 現在的 政府每一名的成員 都很努力地工作 他說現在的政府很希望幫市民解決到所有的問題 在2019年修訂逃犯條例的時候 引發了大規模的 示威和警民衝突 期間李家超多次讚揚警隊 表現卓越 他之後被視為強硬派的代表 強硬派 李家超在記者會 重提反修例的風波 他說修例風波涉及 港獨和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 出現攻擊政府和政權的嚴重行為 當時每個市民都擔驚受怕 擔心自己的生命安全 用適當和有效的方法去處理 正正是一個政府要做的事 他說面對不同問題 要以不同的手段去處理 首先要確保對事情是有正確的判斷 他視乎的對象是誰 決定以什麽方法去落實 強調政府一定要以真誠 以香港的利益整體出發 而非個人的利益 當然我也要再提一句 紀律部隊總工會出了聲明 支持李家超參選 他說 李家超勇推國安法 屬於特首的最佳人選 他真的做得整波都沒什麽懸念 他做到 警權就繼續放大了 講講其他事 今天香港沒什麽大新聞 早前國際航空運輸協會 IATA 就說香港已經失去了 國際航空樞樓的地位 認同 在地圖上消失 我有提過 根據基管局的數字 雖然港府在4月1日起 撤銷9個國家的禁飛令 是有更多香港人回香港的 不過翻查近日 香港機場的 航班升降數據 底港的航班自從4月起 鋁創新低 最低一日只得14班客機底港 你想想一個這麼大的機場 還會起第三跑 只得14部飛機 飛過來香港 目前香港尚有 基底達的航點 更多是以短線為主 大多是內地和東南亞地區的航點 至於 長線航班 除了禁飛令取消第二天之外 大多數 一日只得一兩班 飛機 長線飛過來的 個別日子 甚至清零 這位中大航空研究中心高級顧問 就說 現在香港的防疫措施 依然相對其他地方更加嚴謹 商務和消限客接近消失 他說 政府不可以自己騙自己 他對香港恢復國際航空運輸地位 輸屬地位依然感到樂觀 港府 應該要在適當的時候放寬這個防疫政策 與國際接軌 司長 其實這些東西 你也不怕 我覺得你這麼勇武 你也不怕COVID 開放 開放回香港 好嗎 不是我講前司長李家超 如果他做了特首 政府出了消費券 我知道很多市民都想套現 那些人更加笨到 去Facebook 我都見到不少 在Facebook 說可以直接套現 一刀一刀立即棉教 以8至9折的現金套現消費券 昨天警方放蛇拘捕了三個男人 被捕的男人報稱是店舖的東主和銷售 會帶套現的市民去到指定的地點或實體店 用店舖付款的 支付碼兌換消費券 賺差價 警方說會追查 曾經兌換消費券的人士 糟糕了 買的那個 買的那個也好東西 並會和支付平台聯繫 有需要的時候會凍結相關的帳戶列入黑名單 並提醒市民 消費券列明 只可用於本地零售餐飲服務業商戶 迫實體及網上店舖 不能兌換現金或其他受禁的用途 現在拘捕了三個 就乾犯這個串謀詐騙罪行 最高可以判14個 買的那個也糟糕了 這三個抓了 你們自己 撿生了 買的那個也很幸運 我不會套現 最後講講 兩單 收了消費券 就被人罰五千元 警方接連就破獲那些 違反防疫條例的娛樂場所 最少 103個人被罰款 其中昨晚的11點半 晚上的11點半 油麻地分區特遣隊在南京街 發現一間酒吧違規營業 就拘捕了 三十六男十九女 去到今天凌晨兩點多 拘捕了11點多的單 去到兩點多 又拘捕 在尖沙咀金馬倫道 一間酒吧 又拘捕14男十二女 另外 尖沙咀金馬倫道 七潭道南 27號 A 派對房間 派對房間 又拘捕五男三女 在上述的案件裏 四個人被捕人士 均被扣查 被罰款的人士 合共103人 5000元 合共罰款高達 五十一萬五千 五十一萬五千 這些派給政府 不戴口罩方面 和聚賭 在城門河一帶多條公共屋邨和商場外等地發現 63男三女 年齡介乎28 到94歲 涉嫌違反 群聚令 人員在上述的地點發現 24男五女 沒有戴口罩 全部5000 真厲害 我又計算多少錢 這裏就47萬5 加上剛剛五十幾萬 一球 等於沒有派過給你們 今天是這裏 記得按LIKE 點擊廣告 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我的頻道 月輝贊助